等 无间言 这个等字要简单的说一说 等是平等 比如我们念佛 念阿弥陀佛 前一念是阿弥陀佛 后一念也是阿弥陀佛 但是有的时候断了 忘掉了 忘了几个重点了 想起来又是念阿弥陀佛 还是阿弥陀佛 这个叫等 但是不一定是 它有间隔 有间隔的时候 它还是一桩事情 这叫平等 我们念阿弥陀佛 当中有想别的事情的 这个就断掉了 这不是无间 所以我们反复 念头非常复杂 修什么法门 都不容易成就 而不容易成就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等无间言出了问题 我们讲的说 杂念太多 妄想太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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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等无间缘 这个也没有了 虽有所远远远 虽有所远远 还是不能拯救 啊 像我们念佛 为什么 学了这么多年 念佛三妹 没得了 啊 还不就是妄想杂念太多了 念佛当中夹杂着妄想 那个等就没有了 无间虽然有 没有等啊 你前年过后年不是一个念头 你当中有咋念呢 啊 啊 所以这个这个字关是个关键的词语 啊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没有咋念在其中 这叫等无间言 啊 英光大师教我们 三个清楚 啊 这是 希望我们呢 真正能够 念念独有等无间言 用于在自己 啊 佛号 从心里伸出来 从口里念出来 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进去 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一句佛号 是第几声 记得清清楚楚 它记速 只是记一到十 啊 一到十 一到十 就这样记法 啊 不要记 数字 也不要用念珠 用念珠 分心 说的都很有道理 那么他老人家一生 就用这功夫 用得很得力 啊 教别人 啊 别人学他这个方法 他说功夫也能得力 啊 胡小林居师 很多人认识他 他在过去念佛 一直就是功夫不得力 杂念太多 以后看到 应光大使文抄上这一段 他就开始练 练得很有效果 啊 他一直练了四个月 才把这些信息啊 告诉我们 啊 确实 有效 啊 我们这边也有几个同学 也在练 果然有效 好 啊 要保持这个效果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要放下万元 我们的元律太多了 啊 很多千长挂肚的事情放不下 肯定还是大现场 啊 不能不放下了 那工作怎么办呢 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 把念佛放下 念佛的时候认真念佛 这样就对了 啊 工作的时候想着念佛 念佛的时候想着工作 工作也没搞好 是佛也没念好 两面都失掉了 这就错了 啊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啊 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